2008年11月16号早间8点30分 四川省绵阳市江游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接到一名群众报警称 在一处玉米地的水沟旁边 发现了一名衣衫不整满身湿血的中年女性 她的身旁停放着一辆红色的三轮车 女死者下半身赤身裸体和满身的血迹 死者生前遭遇到了非人的虐待 犯罪嫌疑人更是何等的残忍 可想而知 要将及时破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定是一块硬骨头 接下来请收听 由刘大明白为您讲述的 中国大案纪实之 四川绵阳荒野强奸杀人案 2008年11月16号早晨8点30分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接到一名群众报警 称在江油市张明镇长庚村一组 一处玉米地的水沟旁边 发现了一名衣衫不整满身湿血的中年女性 她的身旁停放着一辆红色的三轮车 接到报警之后 江油市公安局立即启动了命案侦察机制 行刑大队侦察员率先赶赴现场 当侦察员看到女死者下半身 赤身裸体和满身的血迹 虽然说侦察员经常出入死者现场 但还是受不了这种血腥的场面 心中万分滋味 同时凭着一名侦察员多年的办案经验 这名死者生前一定遭到了非人虐待 犯罪嫌疑人更是何等残忍 可想而知 要想及时破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 一定是一块硬骨头 经过法医尸检发现 林某尸体上从面部 手上至腹部 共有多处锐气裂窗口 裂窗 深打胸腔 心脏 林某死瘾 系心脏破裂 又被破裂 挤发大尸血 尸血性修克而死亡 在对尸表进行解验的过程中 发现尸体外咽部位 有外力损伤的痕迹 且在该处提取到了 可疑的液体分泌物 经鉴定 该分泌物为男性生殖器 在性行为时 分泌处的液体分泌物 另一边 香油市刑警 对已案发地中心 半径50余公里 范围之内 采取了拉网式 搜索以及摸牌 不放过任何的可疑之处 经过海量信息分析排查 大量的证据 均将矛头指向案发前一晚 搭乘林某三轮车 前往张明的一名中年男子 但是由于512地震 对江油市带来的剧烈影响 人员的流动性极大 监控等基础设施 也被严重的破坏 摆在面前的困难 成为了攻破该案的一堵墙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始终无法确定 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2008-1116 强劫强奸杀人案 成了当时轰动香油的 一桩悬案 一时时间 香油市的大部分年轻女性 晚上不敢轻易出门 赛克的三轮车 天黑之后 就收工下班 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器官 市民的工作生活 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不理解的人 恒加指责 成为了香油市刑警 肩膀上越来越重的负担 然而期盼和职责 就是欺望 负担越重 动力就越强 香油市刑警 忍辱负重 主动调节个人情绪 积极地开展着 每一天的工作 对该案的侦破工作 绝不轻言放弃 在侦查过程中 香油市刑警 还原了死者 生前的生活场景 被害人林某 四川省穗宁市传山区 永兴镇人 案发时 暂住在香油市 三合镇 长刚 一号门 单身宿舍 与丈夫冷某 分别在香油市境内 从事电动三轮车 载客生意 艰难维持生计 由于自己的儿子 正在读高中 家庭的经济压力 不言而喻 2008年11月15号 晚上8点多 林某驾驶着 自己的一辆 红色电动三轮车 在香油市 汽车南站附近 搭载了一名 年约40岁 体型中等的男子 前往张明镇 在生前最后一次 与丈夫冷某的通话之中 林某对收工前 还能拉到一单 20元的大生意 感到很开心 然而表面的幸运 实则掩藏住了 其背后的厄运 等待林某团聚的 棱某父子 终于没有等到 林某的归家 2008年11月18号 早上8点多 在那个异常清冷的早晨 林某下半身赤裸的 躺在张明镇 长庚村 伊祖南桥 钓鱼村的上面 衣衫不整 血满地流淌 现场一片狼藉 惨不忍睹 死者悲惨的命运 更加激发了 每名参战的民警 誓言绝不放弃 十年之间 江游刑警大队的战友 换了一批又一批 但是攻坚客难 弃而不舍 不破此案 恃不罢休的 江游市刑警 一代又一代的 传承着他们的精神 破获20081116基案 是每个刑警人 共同的心愿 每一个刑警 民警 抱着犯罪嫌疑人 终会露出蛛丝马迹 终将会回四川的 坚定横心和毅力 弃而不舍 苦心经营 时间如流水 转眼案发 十年过去了 七月 太阳只靠着大地 酷暑难耐 2017年七月 在山西省 晋城市沁水县 当地下去的派出所 正在如火如荼的 对流动人口 采集人像 血型 指纹等生物特征 并且规范地露入 全国信息数据库 十年来 将有刑警 每天坚持不懈地 对全国信息数据库 进行比对 火眼金睛 由途到人 始终坚信 2008 1116案件 终会冲出迷雾 真相大白 在信息比对 在信息比对之中 一个叫屈某的中年男子 与当年案件的生物特征 有一定的相似度 屈某进入了 江游市刑警的视野 获知 如此重要的情况之后 江游市刑警 群情激愤 斗志昂扬 主动放弃地休息 以最饱满的激情 最昂扬的斗志 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 侦破工作之中 江游市刑警 顶着库鼠 立即驱车 前往1000公里以外的 山西省 近城市进水县 走访当时 采集信息的民警 获知屈某人物特征 和当年案发嫌疑 有很多雷统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江游市刑警 没有立即 和屈某直接联系 而是继续走访了 了解其他人员 经过一个多月 细致的侦查 掌握了这样的情况 屈某 南 四川省 江游市 三河镇人 因其夫妻生活不睦 家庭条件差 自2006年以来 常年在外务工 2008年10月 其父去世 屈某 曾在11月中旬 从外地回江游奔丧 刚回来不久 便再次离开江游 屈某 有充分的作案时间 以及动机 经综合研判 屈某 系2008 1116 抢劫 强奸 杀人案的 作案凶手的嫌疑颇大 经进一步缜密的追踪研判 江游市刑警 发现屈某 此时正在山西省 近城市浸水县 一个私人 没摇之中打工 恰好其本人近期 遇回江游 处理房屋 拆迁 赔偿的事宜 既不可施 施不再来 经报警领导研究决定 江游刑警 拟事实对屈某 实施抓捕 2017年9月9日 江游刑警提前踩点 将刚回到四川的屈某 锁定在绵阳市 游仙区小市镇 一新村小区 经过化妆侦察 结合配针部门的支持 通过秘密跟踪 和贴身侦察 范围缩小 锁定屈某 藏身在小区 31栋 一单元602号之中 摸高一尺 道高一丈 为了成功抓捕屈某 江游市刑警决定 派遣经验丰富的 精干成员 再次化妆成 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 敲向了屈某的房门 你好 我是小区 物业管理的工作人员 楼下反映里家漏水 我来看一看 屈某心以为真 将门打开 就在他打开门的一瞬间 隐藏在楼梯间的大部队 迅速出击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犯罪协议人屈某 按压在地板上 被江游市刑警抓住 还企图反抗了屈某 一听 我们是江游警方顿时神色黯然 吃了瘪 放弃了无谓的反抗 犯罪嫌疑人屈某被压解到案之后 江游刑警立即提取屈某的生物剪裁 与案发现场提取的样本 进行比对 结果 与前期获取的信息完全相同 这个重要的生物特征 得到了印证 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江游市刑警们如释重负 仿佛看到胜利在前方招手 正义与光明将属于江游刑警 汗水与付出终会得到回报 盗案后 在前期的审讯过程之中 心存侥幸的屈某 顽固嘴硬 向审讯人员摆出了全面对抗的姿态 一言不发 一副 我不交代 你拿我没办法的态度 针对这一情况 胸有成竹的江游市刑警 及时调整策略 拿出了审讯预案中的备用方案 费心忘食 通过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 小知以理 动之以情 反复做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 在提补前的最后一天 在大量事实证据面前 区谋妥协了 长达十年 构筑的心理防线 土崩瓦解 完全崩溃 年过半百年来人 气不成声 他终于如实地交代了 自己搭乘林某的三轮车之后 见色其代心 使用暴力 迫使林某就范 与其发生性关系 事后 被防止 林某报警 将其手机 摔进河中 完事之后 将其杀死的 全部详细作案经过 屈某在交代之中 骂自己不是人 是一个混账 对不起受害人林某 更对不起牵挂自己的家人 陈述到自己 十年来 一直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有家难回 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每次 一见到警察 一听到警笛声 就担惊害怕 天网回回 疏而不漏 2018年8月 屈某 被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缓其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中身 屈某也表示 不再上诉 接受并服从法院的判决 十年悬案 2008-1116案 终于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尘埃落定 屈某受到了法律应有的公平制裁 受害人林某也终于可以明目了 在法院宣判当日 当林某的家人听到判决意见之后 抱团痛哭 蒋有士刑警看到这一幕 想一想 十年的坚守 十年的付出 再苦再累 也是值得的 这起案子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啊 也是特别出名的一个案件 咱们之前讲的失踪案 有在下班路上失踪的 放学路上失踪的 家里边失踪的 您听说过 在火车厕所里边失踪的吗 咱们今天说的 就是这么一个事 2013年10月12号 这天呢 凌晨四点半的时候 就有一个男的 急匆匆的到了南京站派出所 一看这个报案人呢 脸色就很紧张 上气不接下气的 有值班的民警啊 就问他先生您怎么了 这男的就说 警察同志 我要报警 哦 您慢慢说 怎么回事啊 我妻子失踪了 您别着急 是从哪失踪的 这男的呢 深吸了一口气 从火车上失踪的 他却上了个厕所 但半个小时还没出来 我就找乘务人员 把那厕所门就打开了 结果厕所里边也没人 民警就问他呀 啊 火车上 厕所里边 失踪了 哎 呃 你想一下 你爱人会不会 是半路上自己下车了呢 那不可能啊 我一直在厕所门口等着呢呀 他不可能出来呀 我就在门口啊 哎呦 警察一听 奇了怪了呀 大伙都坐过火车 都知道火车厕所什么模样 对吧 并且这男的就一直在厕所门口等着 等了半个钟头 人没出来 门打开进去 没人了 那他能去哪啊 这个报案人是谁 他的妻子 为什么会在火车厕所里边 神秘消失呢 这报案人呐 叫杜长江 他的爱人呢 叫戴京京 俩人岁数都不大 一对年轻夫妻 不过结婚年头不算短了 结婚四年多了 俩人呢 一直在江苏无锡打工呢 但戴京京和杜长江啊 都不是江苏人 他们呢 是安徽富洋人 13年10月12号这一天 杜长江 戴京京 还有杜长江的 弟妹一起坐火车返回安徽 富洋老家 这趟火车呢 就是从江苏开到安徽的 总车程啊 是九个小时 凌晨五点 才会到达目的地 富洋 夜深人静了 大部分人呐 都在那呼呼睡着呢 这时候 戴京京突然就告诉杜长江 想去卫生间方便一下去 老话说人有三级嘛 那赶紧去吧 杜长江当时啊 其实也睡着了 听戴京京这么一说就醒过来了啊 你去吧 并且呢 还担心戴京京呢 亲自陪着戴京京前往卫生间 杜长江 见戴京京 到了厕所里边 那厕所门上 他不有那个扣吗 那扣也从无人 变成有人了 当时凌晨三点多 杜长江也迷迷糊糊的 他呢 就在厕所门口等着的时候啊 干脆我到那连接处那 抽根烟去吧 就到那点着了一根烟 尽管没站在厕所门口 但大家都知道 那连接处就紧挨着厕所呀 他呢 就始终盯着 这戴京京上的那个厕所的厕所门 这时候啊 火车就到了南京站了 好些个乘客在南京站下车 一般在这种大站呢 火车停的时间会比较长 杜长江把烟头掐灭了 就到车底下呀 透会儿气 精神精神 这车停了几分钟 准备再次发动的时候 杜长江又上车了 他呢 上车之后 就想着 该出来了吧 到厕所门口一看 还是显示有人 杜长江呢 就又看见 戴京京上厕所之前 随手放在门外的包 还在那呢 所以也没多想 以为戴京京 就还在厕所里边 是不是拉肚子呀 还是怎么着呀 算了 我先回去吧 他呢 就回到自己的座位 但是目光 还是紧紧的盯住厕所门口 这么着 一分一秒过去了 眼瞅着 已经快半个钟头了 杜长江觉得不对劲啊 那就再不舒服 你也不能在厕所里边 待这么长时间吧 那俩腿 不都得蹲麻了呀 杜长江呢 来到厕所门口 当当当当当当 就敲那厕所门 还喊戴京京的名字 可里边啊 也没人搭理他 这怎么回事啊 别是在里边晕倒了 还是怎么这样 赶紧 找来车上的乘务人员 让乘务人员帮助 打开厕所门 乘务人员呢 打开门之后 这么一看 里边一个人也没有啊 这乘务员也纳闷啊 问杜长江 先生 你爱人是不是 已经上完厕所出来了 只是你没发现呢 杜长江就一口咬定 不可能 我一直在门口等着他呢 他绝对没出来 这乘务员就安慰杜长江呗 先生你也别着急 我们跟你一起 咱们在车厢里边找找 就一间一间车厢的找 可是从头找到尾 也没发现戴京京 这时候乘务员又说了 刚刚啊 列车在南京站停靠了一会儿 你爱人 会不会已经在南京站下车了呢 经过乘务员分析 戴京京 在火车厕所里面消失 只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 他躲在火车上的其他地方 但是杜长江他们已经仔细搜寻过了 没找着 第二种可能 就是中途下车了 中途就只在南京站停了那会儿 第三种可能 就是这戴京京啊 从火车上跳下去了 因为火车厕所那儿也是有个小窗的嘛 只要不是像我似的这么胖啊 基本上跳下去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找不着妻子戴京京 杜长江啊 决定带着戴京京的包 先下车再说 杜长江呢 是在南京站的下一站下的车 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 返回南京站 并且在南京站派出所报了警 警方了解了情况之后 又组织警力 沿着火车行驶的路线 搜寻戴京京 杜长江是非常爱他爱人戴京京的 尽管一宿也没怎么睡 但现在啊 无比的清醒 一直就在派出所等待着妻子的消息 过了几个小时 警方这才打来电话 杜长江可兴奋了 是不是找着了 但警方打这个电话啊 是为了询问更详细的情况 比如说 他穿什么衣服啊 打扮是什么模样啊 杜长江赶紧也问呢 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警方呢 也不忍心告诉他真相 要说进展嘛 还真有 这人找着了吗 也找着了 那戴京京到底去哪了呢 是怎么从火车厕所里失踪的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杜长江一直派出所里等着 警方啊 过了几个小时给他打电话 问他关于戴京京的详细的穿着 打扮的情况 杜长江也问 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要说进展呢 也算是有 那这人找着了吗 也算是找着了 警方啊 只能是带着杜长江 到了离南京站 两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 但是 警察找着他的时候 戴京京 早就成了一具尸体了 根据杜长江描述的 妻子的衣着答案 警方断定 火车轨道旁边发现的尸体 就是失踪的戴京京 杜长江到现场的时候啊 戴京京的尸体 已经装进一个黑色袋子里边了 杜长江走近了点 旁边的警察呢 帮着他把袋子口给打开了 杜长江往里这么一看 差点没吐出来呀 他简直是无法相信 这袋子里边 竟然就是他的妻子戴京京 尽管他否认 尽管他不愿意相信 但警方在尸体上 找到了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 在戴京京的衣物之中 警方发现了一张银行卡 背后还有戴京京的签名呢 杜长江此刻 不愿意相信 那也得相信呢 他呀 一下子跪倒在地上 失声痛哭 经过法医尸检 戴京京的死因 是头部受到重创 导致颅脑损伤 说白了 就是跳车摔死的 尸检报告出来之后 所有人都纳闷啊 戴京京不是要上厕所吗 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 他为什么上厕所的时候 杜长江要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咱之前说了很多的细节啊 您各位再想一下 是不是有点非同寻常呢 凌晨的时候 戴京京上厕所 杜长江守着 哪怕抽烟的时候 也得盯着厕所的门 哪怕再上去 回到座位那 还是得盯住厕所的门 再亲密的夫妻 哪怕是最热恋中的小情侣 一方上厕所 另一方会一直在厕所门守着吗 这是保护 还是监视呢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调查过程之中 杜长江才说出了 他们夫妻俩的秘密 戴京京1989年出生 失踪的时候24岁 杜长江跟戴京京啊 都是安徽抚养人 俩人是通过亲戚介绍 这才走到一起的 结婚之后一年 戴京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又隔了一年 第三年的时候 又生下了二胎 原本呢 这小两口生活就很拮据 生完俩孩子之后 恨不得饭都吃不上了 为了养娃 没办法 他们呢 就从老家富阳 来到无锡打工 为什么选择无锡呢 是因为杜长江的弟弟和弟妹 也在无锡工作 为了省钱 你要去别的地方打工 你还得自己再租房子 而到无锡打工呢 就可以跟弟弟弟妹一起住在一套出租屋里 居住成本 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说 这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啊 这样就能节省不少钱 因为夫妻俩受教育程度也不高 也没有什么知识文化水平 那就只能在普通工厂里面 做流水线上的一些简单的工作 俩人呢 虽然都是干同一类型的工作 但工作时间不同 杜长江经常上夜班 戴京京经常是白天上班 俩人等于啊 虽然生活在一起 但平时见不着什么面 说不上多少话 独在异乡为异客 这戴京京 每天一到晚上就感觉无比的孤独 无比的寂寞 久而久之的 就开始在网上跟人聊天 打发时间 所以呢 就认识了很多不同的男性 也认识了很多无锡当地的男性 那接下来 就是大伙想的那些狗血剧情 先是网友聊得挺好 然后线下见面 再然后就发生了性关系 那最早发现 戴京京不对劲的是谁呢 还不是杜长江 而是杜长江的弟弟和弟妹 他们发现戴京京啊 原来没那么爱打扮 突然呢 变得特别注重打扮了 总是花枝招展的 之前呢 戴京京会在家里边帮着做点家务什么的 现在啊 就是天天抱着手机 发短信 发消息 有一天呢 杜长江的弟妹下班以后 听见戴京京 在这家里边跟一个男子打电话呢 言语之中啊 那个气氛 那个内容是非常暧昧的 弟妹一听 哎呀 我嫂子 这是不是 不行 这事啊 我得跟我哥说 就偷偷的告诉了杜长江 但杜长江一开始还不信呢 他感觉夫妻俩感情好啊 他不会背叛我的 可是 过了不久 戴京京又一次跟陌生男人聊天 打电话 弟妹又听见了 把这个事告诉了杜长江 杜长江呢 立刻回到出租房 正好就抓住了这戴京京和那陌生男子 在电话里面 你弄我弄 请请我 我的那个场景了 夫妻俩呀 因此爆发了非常激烈的争吵 甚至邻居们都知道 杜长江让他老婆给绿了 尽管戴京京出轨了 但杜长江就认为 结婚这好几年了 还有俩孩子 也不想着就这样离婚 经过深思熟虑 杜长江决定 带着妻子回老家 先跟父母双方 商量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实在不行 不回无锡了 回到家之后 他是不是就能收收心呢 可戴京京不愿意回家 戴京京认为啊 只要待在无锡 只要杜长江 他们不跟家人说 老家的人 就不知道他出轨 但一旦回家 出轨的事就会传开 名声就完了呀 甚至父母家人 那也没法抬头做人呢 戴京京不想回去 杜长江呢 非要带他回去 为了怕戴京京逃跑 杜长江还叫上了弟弟和弟妹 陪着他们俩乘坐火车回老家 2013年10月12号 杜长江 戴京京 还有杜长江的弟妹 一起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因为杜长江的弟弟呢 人家厂里边也有事 再者说了 俩大人还看不住一个人吗 这么着 在火车上 弟妹 杜长江 一直盯着戴京京 戴京京好几回 谁都在那苦苦的哀求弟妹 希望能放过他 让他偷着离开 弟妹当然不敢 杜长江肯定也不允许 但戴京京一直就没放弃逃跑的念头 直到凌晨 大家都睡觉了呀 戴京京觉得这是逃跑的机会 于是提出来要去上厕所 杜长江自然而然的 跟着他来到了厕所门外 其实去厕所之前 戴京京已经计划好了 跳窗逃走的方法 所以把银行卡值钱的都带上了 但他没有预料到啊 火车行驶过程之中多快啊 跳出去多危险啊 火车轨道旁边都是石头啊 戴京京掉下去的时候啊 头不着地 就这样 人是跑了 但命也没了 行了 这个火车厕所失踪案 就为您说到这儿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